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常听说一句话 叫夫妻是缘 无缘不惧 儿女是债 无债不来 提到缘分 我们不难理解 因为人与人之间 尤其是恋人与夫妻之间 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恋 相爱 到最终走到一起 相伴一生 不得不说是十分难得的缘分 可是儿女是债 很多人却无法接受 即使表面上接受 心理上也不一定真正的认可 那么这其中有什么说法呢 从佛学的观点来看 佛告诉我们 一切随缘 佛教思想认为 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没有什么结果 是无故发生的 也就是说 只要发生了 就一定有其注定的因缘 夫妻 儿女 这都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家人 自然与我们的因缘最深 关于这个寨子 我们还需从佛法的本质说起 一 夫妻是缘 无缘不惧 夫妻无缘不惧 这一句话本意就是讲 男女要是能成为夫妻 肯定是有着极大的缘分 古人云 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 两个人前世要修行一百年 才能有缘分坐在同一条船上 而要想成为夫妻共同生活 那得是积德行善一千年才有可能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 两个人能够认识便是缘分的开始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 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 只是单纯的认识并不足以成为夫妻 两个人要经过长时间的接触 彼此三观相合 互相吸引 才能产生爱意 有了爱情 两个人也并不代表可以结为夫妻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两个人要想幸福的生活 就要得到父母的认可 如果父母认为两个人不合适 那么就很有可能走不到婚姻的殿堂 只能说是有缘而无分了 从小我们就听说的梁山博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他们两个人的情投意合 非对方不娶不嫁 可是古代女子的婚姻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 朱英台被父母许配给了马文才 梁山博相思成吉 最终病亡 后来 朱英台假装答应马家的亲事 他在迎亲的路上经过朱英台的坟墓 下车去祭奠他 这时候 突然风雨大作 梁山博的坟墓竟然裂开 朱英台见状马上跳了进去 他们生时不能在一起 死时终于可以相守在一起 梁山博的坟墓合上以后 从坟墓里飞出了一对蝴蝶 他们之间形影不离 对此 大家都说 这是梁山博和朱英台变化而来 这便有了化蝶的七美传说 由此可见 古时候的男女成为夫妻这么不容易 然而 结婚之后并不代表以后 就会过上公主和王子的幸福生活 那只是童话里才有的 现实中的夫妻 每天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 生活琐事 不可能时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 再加上 激情总会退去 爱情逐渐变淡 演变为亲情 这时候的两个人吵吵闹闹 便是家常便饭 当夫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不如意时 要多想想当初走到一起的不容易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两个人难得的缘分 欲言女经理说到 上等的夫妻关系是互相欣赏 中等的是互相理解 下等的是互相包容 如果连最基本的包容都做不到 夫妻之间只剩下互相伤害了 每一对相知相爱的夫妻 都因缘分久别重逢 人生是一趟无法回头的列车 一起携手共度人生风风雨雨的伴侣 一定要愈加珍惜 成为彼此飞翔的翅膀 而不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二 儿女是债 无债不来 若无相欠 哪来相见 佛法上说 孩子是父母的讨债鬼 正是因为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 做什么都牵动着父母的一颗心 时常听身边的朋友说 自家小孩就是一个吞金兽 可见一个家庭要为养育小孩 投入多么大的钱财 据不完全统计 上海一个家庭 养育一个小孩到16岁国中毕业 需要花费80万 的确 现代父母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 于是 从还未出生就进行了胎教 孩子出生后进行早教培训 上学后各种补习班 兴趣班纷纷报名 加上衣食住行 确实烧钱 其实 除开钱财的花费 培育一个小孩成人成才 需要耗费父母大量时间和精力 佛陀也告诫为人父母 教育子女时应培养其感恩 接受 忍耐 礼貌 和群 勤劳等美德 还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发展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信仰 及价值观 由此可见 抚育一个小孩长大成人 绝非易事 也难怪佛法上说 儿女是债 无债不来 面对这些困难 杨将先生 曾在我们仨中提及 我们这个家 很朴素 也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 与世无争 只求相聚在一起 相守在一起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碰到困难 一同成当 困难就不负困难 我们仨 稍微有一点快乐 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佛家观点也是说 人生来就是还债的 当债来临时 善待别人 也善待自己 无论遇到怎样的不顺 都保持心平气和 切记对家人发火 福育小孩成人成才 的确是个重担 若能够像杨将先生 所说的 一家人齐心协力 共同面对 一切困难都不复存在 像佛家观念那样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一家人能够相聚 相守在一起 相互支撑 便是最大的幸福 三 坦然面对 是处理婚姻家庭 最好的态度 佛法说 夫妻是缘 儿女是债 并不是要分出个 孰优孰劣 只是在告诉我们 无论是夫妻 还是儿女 都是我们一生中 割舍不掉的牵绊 更是通过这种牵绊 告诫我们 养儿不易 父母培养我们 亦是不易 正所谓 少年不识 双亲亦 养儿方知 父母恩 我们大多数人 在小时候 都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 不听父母言 认为父母的所作所为 都是理所应当 辜负父母的一番好意 但直到自己有了孩子 才能亲身体会到 为人父母的 含辛茹苦和不容易 母亲十月怀胎产子 父亲为家庭打拼 上学时 父母操劳担忧 结婚时 父母贡献积蓄 可以说 这一生 从孤孤坠地的那一刻起 父母就像涌动机 丝毫不停歇 为人父母后 面对自己父母的满头的白发 篝壳的脸颊 迟缓的脚步 更应感念父母的辛劳 抱达养育之情 养有贵辱之恩 押有反哺之意 大自然的万物 尚能孝顺父母 我们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不管是夫妻 还是儿女 能组成一个家庭 这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不管是婚姻之中 还是孩子的教育上 我们都要勇于面对 各种问题和矛盾 我们要学会解决问题 而不是逃避和放弃 夫妻在不断地磨合下 才能学会 由我变成我们 这也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 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 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大人 才能面对 这纷繁复杂的人生 在没有自己孩子的时候 还都是父母的孩子 体会不到 作为父母的一片苦心 当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之后 就会反思 自己以前对待父母的态度 就会明白 以前父母有多么的不容易 而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就能学会体谅和包容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其中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都是我们要去体会的 作为夫妻 我们要共担风雨 作为父母 我们要负起责任 我们在成就自己的同时 也是给孩子 做一个好的榜样 而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 他或多或少 就会受家庭的影响 一个有爱的家庭 孩子的内心也充满了爱 在他长大之后 他也会关爱别人 而一个整天吵闹抱怨的家庭 孩子身在其中 就会缺乏关爱 而一个不被爱过的孩子 在他长大后 便也很难去爱别人 夫妻因缘而聚 子女为债而来 一切矛盾都能用善待去化解 一切困难都能用爱去跨越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